大家好,欢迎来到Gita老师AE的德语课堂 那么今天这课呢,跟往常几个单元一样 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测验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这一个单元我们学习的主要知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我们学习了表语和壮语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除此之外呢,还学习了定语的 那么定语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呢 是需要加上相应的形容词词语的 这一点在做题目的时候呢,要格外的进行注意 除了这个语法点之外呢 这一个单元我们还学了许多核心词汇 比如说关于人体的一些表达 脸部的表达 身高高矮的表达 还有非常多的形容词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测试呢 将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关于我们的word shots 关于词汇部分有一个小小的题目要给大家来做一下 这个题目也非常的有意思 会给大家非常多凌乱的字母 那么请大家可以根据横行或者是竖行 或者说斜行啊 找到相应的我们这个单元的词汇 或者呢,你以前学过的词汇也是可以 好,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星球晶的配套练习的测试题 Lectin F 那么大部分都是关于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一个填写 好,那么首先呢 会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做这两个部分的练习 然后呢,我们会来统一的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两个测试题目的时间呢 我觉得可以放在20分钟左右 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我们的题型比较少 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讲解 好,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来动笔写一写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关于词汇的这个练习 不知道大家找到了哪一些的关于11单元的词汇呢 下面呢,我将把答案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一一进行一个对照 如果发现自己漏写的话呢 可以停下来 然后呢,再来我们的这个字幕表格当中找一下 好,那么我下面就开始公布答案 我们是看横行,再看树行 横行有许多词 wie zum Beispiel auto 小汽车 还有什么呢? perfect 马 还有什么呢? nummer 号码 u und farbe 颜色 啊,还有 hot 红色 还有 schnee wittchen 白雪公主 还有 dick 胖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chierlich 比较虚弱的,瘦小的 还有 größe 大小 名词 还有 gesicht 脸部 还有 weiß 白色 fahrzeug 交通工具 还有 rannwagen 跑车 bundesland 联邻 联邦州 以及 neer 附近 名词 好,那么 数行有哪些呢? bizung 白 schbier schbier 核包蛋 还有什么呢? mercedes 啊,mercedes 啊,奔驰车 neben 在什么什么旁边 还有 auf wieder sehen 再见的意思 还有 Mark 品牌商标 rot 红色 还有 price 价格 啊,还有什么呢? beschreiben 啊,描绘的意思 还有 elephant 啊,大象 还有最后一个 nase 鼻子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止这一些的 那么 我给到大家的答案呢 这是一个参考答案 大家可以 继续丰富我们的答案 好,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test 请把正确的形容词的形式填到我们的句子当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 Nummer A Frau Meijer ist nicht so 甜的是 groß 圆形 wie ihr Mann 这里只是一个平级的比较 so wie 啊,所以是平级 Aber die tochter ist größer als ihr Vater 但是这个女儿呢,要比她的爸爸要高 所以这里用了比较及经常搭配的词 als 那么注意groß的比较及要加上umlaut sie ist um grosten in der familie 他是最高的 哪一个 那么他用的是一个表语 um grosten 注意啊,本身呢 如果是做表语或者状语的最高级呢 是 um 什么什么 sten 有个s 因为groß 词尾是stet 所以呢 就把这个s省略掉了啊 直接加tan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贝 小林 Land Flysee 做的是状语 他学习非常的用功刻苦 Aber er ist 啊,这边首先你要确定填的是什么语 可能是什么成分 他这边填的是一个定语啊 所以定冠词不要忘记 er ist der schlechteste schüler in seiner klasse 当以t结尾的形容词呢 在做最高级的时候 先要加上一个a 再加上st 这要注意 所以变成schlechteste OK,nummer c Marie Marie ist nicht so hübsh wie Monika nicht so wie 啊,评级 Aber sie ist fiel hübsher als in a 这个fier 是不用加词外的 它是一个 封词 它比in 要漂亮太多了 好,那么最后一个空 Monika ist Monika ist am hübshesten 那么sch后面 再加上st的时候呢 也需要先加上一个a am hübshesten 好,往下 Nummer d Peters Vater ist nicht so reich wie Christians Vater 啊,还是评级 Lindas Vater ist sogar noch 啊,这边填什么呢 它填的是 Emma als Peter's Vater 那么Linda的爸爸甚至怎么样 更加的穷 啊,am 是一个单元音的形容词 所以要加上 Omlaut OK, weiter also ist Lindas Vater 啊,这边应该填一个 啊,我们所说的最高级啊 可以填一个表语 啊,所以答案应当是 am em 记得这个am 要进行变音 然后加上相应的词位 stn 啊,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半句 Christian's Vater ist am reich sten 啊,同样也是一个表语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题 Nummer A der zung hat ein 啊,要填的是 teures auto 注意,这个词后面加上as之后呢 要把前面的这个a去掉 Die Mutter hat ein noch teures 啊,先加上ar 再加上词为as 好,紧接着我们继续 as costed tausend mark 啊,这边填什么呢 啊,应当填的是meer 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啊,他要花费的这个 dm指的是德国的马克 啊,还要更多 还要多花一千马克的钱 der Vater hat 啊,这边又是要填一个关于treuer的词 明显要填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定语 所以答案是 das teureste 啊,注意定文字不要忘了 sein auto kostet 填什么呢 最高级 并且是做壮语的 所以是ammeisten OK,Nummer F der alte man hat 这边填的是比较级 meer zeit als der junge man 注意meer这个词呢 它是不需要加上形容词词来的 aber er hat 啊,这边填什么 填的是weniger aber er hat weniger geld als der junge man 同样 wennig 比较急 wennige 也不需要加 形容词词来 deshalb hat er ein 啊,做定语了 这边开始 kleineres 因为我们的名词是 zimmer 是中性的 und dunkerres dunker这个词 加上er之后呢 前面这个 a要去掉 再加上词为as 啊,所以连起来就是 deshalb hat er ein kleineres und dunkleres zimmer als der junger man 好,nummer g Maria's Fahrrad ist gleich 这个gleich 相当于是 zo的那种感觉 同样的 所以是评级 billig wie Petras 啊,这个Petras 省略了Fahrrad 名词 aber es fährt 但是它怎么样呢 开的 schneller 更快 做状语 Stefani's Fahrrad kostet nicht nur 不仅怎么样 sonden auch 而且又怎么样 啊,是一个连词 大家注意一下 他的 这个 车呢 不仅是 最便宜的 而且是 开的 最快的 都做状语 所以是 am wennigsten am schnellsten 啊,连起来就是 Stefani's Fahrrad kostet nicht nur am wenigsten sonden es fährt auch am schnellsten 啊,sonden 后面 它是不这样位的 啊,所以按照正语序 这样下去 啊,so ist Stefani's Fahrrad 所以它是怎么样 最好嘛 am besten good 它的比较级最高级 是比较特殊的 good besser am besten 当然如果做定语的话 还要加上相应词尾 好,Petras Fahrrad Vert 啊,当然是最慢的了 am langsamsten 直接加steen 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题 nurma ha 啊,比较长 啊,im winter ist es draußen in peking vier 什么 als in shanghai 应该是 als 甜的是比较急 所以是 kälte 注意 kalt 也是一个单音节的词 所以要加上umlaut 但是呢,如果你在房间里面 啊,就会怎么样呢 更加的暖和一点 vier wärme 同样要变音 加上er 北京有暖气嘛 im summer ist es in peking nicht so wie 甜的是一个平级 所以是 heiß nicht so heiß wie in shanghai 北京的夏天呢 不像上海的夏天一样 这么热 aber in 武汉 ist es so gar noch 什么 ars in shanghai 甜的是 heiß 是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表语啊 所以直接加词为 er 就可以了 但是在武汉呢 那要比上海还要更热的多呢 und wo ist es in hi na 什么地方在中国是 应该甜的是最高级啊 表语的最高级 最冷和最热的呢 所以答案应当是 am kaltestem 先要加上umlatt 第二个呢 加sten之前要加上一个a 后面 am heißersten 这个 st 后面加上sten 同样要加上一个a 再加上相应的词呗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练习 无非就是我们在做比较集和最高级的时候呢 要注意它是来做什么成分的 是表语状语啊 还是我们的定语 那么定语呢 是比较麻烦的啊 因为它要加上相应的这个形容词词尾 这个形容词词尾呢 是要根据这个名词的姓数格来进行一个判定 包括它前面跟的是什么样的贯词啊 那么如果是最高级呢 一定要跟定贯词进行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schüss!